之前上班的时候的收入就是那达几千块钱 其实第一年我们最火最火的时候 赚的钱反正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在赚钱了 在赚钱了 就是对我来说是证明能力了 我可以做到这些 我可以去挣钱了 可以挣多钱 我可以挣少钱 我不确定 就是我觉得我不确定 我学这些东西我是不是可以 我是不是比如说专业技能上面 包括就是行业标准上面 我是不是做到了一个被认可的状态 那其实你有收入了 证明认可你了 对吧 其实这是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其实不难理解 有人花钱去见证你的能力了 就是认可了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总听到行业里面 有人挣很多钱 有人挣很少的钱 大家努力都是差不多 我听到一些 我跟你说真的 有时候我觉得当爱豆 当好 当个好爱豆是正一回事 当个挣钱的爱豆是另外一回事 不是爱豆了 就是艺人嘛 就真的是差挺多的 这聊不明白 我不懂 我真的也没有挣很多 对吧 也没有也还好